首相拿督斯利安华曾在丰收节宣布 为沙巴州下放160亿令吉的拨款 但最近却被指控在拨款仪式欺骗人民 面对政府对丰下之乡只拨出66亿令吉 并非160亿令吉的课题 安华出面强调所谓的66亿令吉 只是用作发展拨款 并一一细数其他的拨款用途 除了立正自己确实拨出161令吉 首相更呼吁政治好友应该表现出朋友该有的样子 面对在拨款课题撒谎的风波 首相拿督斯利安华今天出席沙巴人民公正党大会 开幕式立正自己的清白 强调自己对丰下之乡所做出的承诺 并非空口说白话 安华重申所谓的66亿令吉 只是用作沙巴桌的发展用途 至于160亿令吉的总拨款还用在其他开销 包括学校用途 儿童教育 边境保安和州内发展 他更挑战指控者 如果只拿钱单单用在发展 教师薪资和边境安全等费用 要由谁支付 出席的 此外安华还呼吁 那些把他当成朋友的政治领袖 一旦传出风波或是在发言前 就应该事先查证 以及直接找他查询 因为这才是朋友会做的事 面对种种的言语举措 安华表明 自己从来不强求任何一方的感谢 但应该要珍惜这一切 他声称朋友就应该要表现出 朋友该有的样子 一旦协商不足 更应该好言相向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